這個短片來介紹一下貓手傷隊 那為什麼叫貓手傷隊? 這其實是在路版艾如初見所使用的用語 你到了45集以上之後呢 你會有一個美日任務 在這裡喔 這個叫貓手傷隊 每天一次然後你要用這個 可以得到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在商人城艾爾貝塔那邊 最右下 在這個遊戲裡面蝴蝶翅膀好像變成用不到的東西了 真的不太需要用到蝴蝶翅膀 然後 對話的NP就變成這一隻了 變成咖啡色了 那他這個用意就是說你要捐贈給他 講白一點就是一個捐贈的任務 花錢轉換成東西 然後捐贈給他 換成這個硬幣 然後這個硬幣呢 你累積越多之後你要去解開這個東西了 而且這是雙條件喔 就是說你除了獲取這個之後呢 你還要去解他額外的任務 像這個就是要經驗強化裝備十幾次 才有辦法去完成這個任務 那完成之後呢會增加一點點的傷害 那我們來完成一個給大家看 這每天一次喔 這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應該比較 喔這個要八隻耶 要買到八隻耶嚇死人 然後就是找NPC來買 就是浪費你身上的遊戲幣 像這樣 花好幾萬 那可能會來來回回好幾次了 應該要找這個城鎮來買 二 四個字喔 找一個二四個字了 這一個 這裡有一個二 然後四個字了 就是艾爾貝塔 你就可以在這裡買 然後再點 他沒辦法一次買好 真的是 浪費時間 沒有那種一鍵購入 再來 這裡 然後他這種武器啊 你就沒辦法 隨便一個城市都買得到 哇 花了好多錢喔 買了一堆 其實這有點像是金幣回收機制 他是這樣給你搞 這個任務其實蠻簡單的 就跑得好去而已 但是最主要就是會浪費錢 然後全部捐完他就處罰 那你就會得到這個幣 越來越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跟路板的 他在哪裡 以前見面是 聖哥試煉 賢者回憶就是那個 你們看到好幾個書本在轉那裡 世界奇聞我目前還在找 然後這個就是美日生物 他把貌手傷隊跟美日生物 還有小惡魔 這三個東西都連在一起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得到的是什麼 他一樣啊 如果 有這些點數你就可以去升級 然後你可以得到一些 物理減傷啊 物理攻擊增加 所以是一樣的 他的獎勵是一樣 只是他編排 不一樣的 我是比較喜歡這個介面 然後這裡是不便的 貓手這個是不便的 然後得到聲望是不便的 玩法是不便的 一樣就是為了要得到被動點數了 講白點就是這樣 然後以上心得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這把那一個 你來看 你去看 你去看 你去看